老美是万万没想到 当年用来奠定全球美元霸权的根基 如今要悄悄跟着咱们走了 华尔街日报披露 沙特与中国围绕石油交易 人民币结算的谈判正在加速 早在16年沙特王储小萨勒曼首次访华前 就启动了这个谈判 现在的提速意味着 用人民币结算石油可能不远了 这对美元绝对是釜底抽薪级别的超级历史事件 这条视频花了我一个星期 把这个历史事件客观全面的剖析给大家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有价值 希望用赞给予我制作的动力 20世纪也就是上个世纪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不是一战二战也不是苏联解体 而是美元和黄金脱钩再和石油挂钩 从这天起一个真正的金融帝国诞生了 一个超级货币诞生了 整个人类都被纳入到美国的金融体系 美元的全球霸权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建立的 过去人类历史上获得财富的手段无非两个 要么用黄金白银交换 要么用战争掠夺 可战争的成本太大了呀 美元和石油挂钩以后 意味着美国人可以靠印刷出口纸币 从全世界获取财富 美元的背后没有贵金属支撑 只靠政府信用 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情 可全球其他国家却不得不接受 美国通过自私自利的印钞 肆无忌惮的掠夺全世界的财富 比如日本今年短短几个月 日币对美元贬值就15%以上 为什么我们要接受这样的美元呢 这就不得不提到沙特的石油 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 几个石油大国打得不可开交 这也给老美找到了巴结沙特的历史性机会 为啥是沙特呢 首先沙特是世界第一大石油出口国 有巨大的石油储量 其次这个国家地广人稀 周围强敌环伺 军事力量薄弱 中国有句老话 如果你没有具备保护你财富的能力 那么你财富越多 那些财富就是越要命的催命福 就像当年沙特最真实的写照 沙特王室有一种深入骨髓的不安全感 这时候老美送来了保护伞 给出这样一个协议 美国保证沙特皇室的持久地位 沙特回报美国 一是利用其在欧佩克 也就是中东几个石油大国内的领导地位 保证所有原油交易以美元结算 二是将其通过原油交易赚取的大量美元 投资于美国国债 并用于国债的收益 支付美国公司在沙特的现代化基础建设工程 第三是美国可承受的范围内 保证石油价稳定 并防止出现其他欧佩克成员国 对原油的禁运 从此美元就和石油绑定 全人类限间断 最重要的能源牢牢绑定 所有国家想要发展都离不开美元 由此美国拥有了不使用外汇 就可以购买进口商品的特权 建立了美元结算系统Swift 见谁不爽 就可以将它踢出系统进行制裁 比如伊拉克 比如俄罗斯 此外美国还能随便印钞 将自身的金融风险 转移给全世界的大员种 有人可能想说了 这美国赚全世界的钱 沙特赚美国的钱 沙特应该是最大的赢家呀 太天真了 美国和沙特达成保护协议之后 美国人又提出 沙特的基础建设和石油制造工业太落后了 美国人可以帮助他们 先进的石油加工厂和各种工业员拔地而洗 与之配套的各种机场 港口海水淡化等基础设施 沙特赚的美元兜了一圈 又回去美国的钱包了 而美国还以保护沙特王室和这些基础设施 揪了不少军事基地 枪口到底对着谁 沙特王室也不敢问 既然局面已经被老美牢牢掌握了 为什么现在沙特有胆子 跟中国说要用人民币结算呢 三大原因 尤其第三个 说明美国快压不住中国了 原因一 沙特在老美那里根本没落到什么好处 因为老美是继沙特和老俄之后的世界第三大产油国 老美也是石油出口国 反倒是咱们中国是石油平级国 也是沙特第一大原油供应国 21年沙特向中国出口了6.4亿桶原油 这表明沙特有超过25%的出口原油 都是中国购买的 如果按100美元一桶来计算 这些石油就值640亿美元 大约相当于人民币4160亿 这笔钱为什么要让美元在中间赚差价呀 原因二 全球原油供息关系正在逆转 未来十年是新能源爆发的十年 随着新能源的技术成熟和价格的下降 这对靠出售原油为胜的沙特来说 可以说是灭顶之灾 再靠老美保护那套 无疑是等待毁灭慢慢降临 没人买石油了 怎么办呢 而中国是全球最大工业国 第二经济大国 更重要的是 中国还是长达十年 甚至更久的滞涨期中 全球主要经济体 唯一一个经济还有较大增长潜力 石油外购需求最大的国家 这些特征就决定了 中国将极有可能在石油供需逆转的历史阶段 获得国际原油交易市场的主导权 现在不抱大腿 何时再抱呀 还有原因三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徐徐开启 大到全球震惊秩序 小到全球原油等等能源的市场规则 七月 澳大利亚国际矿业巨头 必合必拓宣布铁矿使用人民币现货贸易 至此全球的三大铁控石出口商 都已和中国达成了人民币结算的协议 六月底 印度最大的水泥商用人民币支付 从俄罗斯购买了1.72亿人民币的煤炭 全球买家用人民币结算国际煤炭的现象 也越发频繁 更早之前 罗罗斯石化公司 推出了人民币支付选项 土耳其宣布进口中国商品 用人民币结算 为什么他们敢用人民币跟咱们交易呢 越发强大的中国 给了人民币非常的话语权 澳大利亚不得不服 俄罗斯印度那是为了方便 到了沙特 这就是底气和信心 因此抱紧人民币的大腿 已经成了亚太地区 已经能源出口国 跃跃欲试的趋势了 这些反过来 对人民币国际化是极大的利好 当沙特真的用人民币结算石油 势必极大的刺激市场 大大增强各路资本对中国经济的信心 很可能导致更多的资金 在这个博弈关键点 放弃回流美国 选择进入中国 那时候东方巨龙的伟大复兴 真的就不远了